《巡视》是一种艺术,我从来都觉得这种活动很矛盾, 来巡视的人一定希望见到真相,而安排巡视内容的人总是希望展现公职, 被巡视的人又最想暴露问题,于是中间永远有落差。 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,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, 来到香港考察6日,表明要大兴调查研究,马不停蹄地出席了36场活动。 我不知道夏主任是带着什么香港印象离开的? 4月13日,会见政府高层和行政会议成员时,夏主任说,此行是经过习主席亲自批准, 他带来习主席和丁薛祥副总理对大家的亲切问候。 即是说,夏主任就是习主席的眼睛。作为香港市民, 我们希望习主席的眼睛看到些什么呢? 36场活动能否反映香港的真相呢? 曾经听内地官员这样形容,他们说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, 因为制度不同,背景不同,很多在内地走得通的管治方法,在这里都寸步难行,难都要开展。 黑暴令到京官痛定思痛,决心要读懂香港这本艰劫的书,要读懂才要认识。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今年3月印发了《关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》, 里面提到发言问题、解决问题应有的态度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,真实倾听群众呼声,真实反映群众愿望,真情关心群众侄苦, 听真话,拆实情,坚持真理,修正错误,由一是一,有二是二,既报起,又报忧。 敢于正视问题,善于发现问题,而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,真正把情况摸清,把问题抓准,把对策提实。 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,勇于涉险摊,破难题,知难而进,迎难而上。 夏主任访港6日,会见了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全国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社会代表、社区人士、 乡议局代表、商界、法律界、金融界、科技界、教育界。 作为一个觉得香港已病入高方的小市民,我认为夏主任除了第一日去九龙湾喝早茶有些惊喜, 其他行情都未必能被夏主任感受到真实的香港。 香港的死结是在于贫富懸殊四个字,这个贫富懸殊不单指财富, 我们住屋是贫富懸殊,医疗是贫富懸殊,吃饭都是贫富懸殊, 教育更加贫富懸殊,体育、艺术都是贫富懸殊。 如果让我设计行情,第一日我会带夏主任去看贫困户的劏房, 基层的公屋,中产的纳米楼,半山的豪宅。 第二日会去公营医院的急证室,再去私家医院的门诊部,楼院病房。 第三日,参观屋邨的津校,直支学校,施立学校。 第四日,拜访中小企,午餐试下,区区都有的两菜饭。 下午,再访问一些大集团大地产商,耶马克,开支30万的红酒, 吃一餐5000元一位的厄马卡仙。 第五日,探访在旧工下艰苦经营的小剧团,小画室,小音乐学校,小体育组织, 然后再去西九M加博物馆,看看那些用几百亿工筒堆砌出来的伟大艺术。 体验过香港的贫富懸殊,第六日,先和高官、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 人大、政协及各社团的领袖各界别的翘楚,坐下去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案。 其实,高官据估,人大、政协、不乏和夏主任接触的机会, 3月不是刚刚开完两会吗?夏主任难得来到香港, 如果又是见过那些人,听过那些说话,何来新思维呢? 期望夏主任下次再来试走一下以上的行情,呼吸一下香港真正的空气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